爸爸成龍加上媽媽古田樂和一個可愛的寶寶 連同天下無敵的喜劇泰頭許冠文 人氣偶像蔡卓妍 應彩兒 與內地紅頭半邊天的高圓圓 演繹了一部鬥志 鬥力 鬥猛料的電影《寶貝計畫》 《寶貝計畫》 演繹中還加入了戲中BB演員芽芽學語的叫聲 MV中也剪輯了有趣可愛的鏡頭 特別是一場成龍與小baby在錄音棚裡 用嘴蒸長紙巾的鏡頭引發現場一片笑聲 - 乃成幸快樂經驗再悲 - 自從你溫習不軌 - 只要耳棒再改 新山啊 - 好啦- 好啦 成龙说在拍摄的过程中 跟小baby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所有拍摄他的镜头都舍不得剪掉 与小baby相处后 成龙大哥也检讨自己生活中 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但却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 小时候 我过去了就过去 过去也 我失去这个乐趣 是我的损失 也是他的不幸 但是他也没有怪我 我想 也离补不了 现在就是在这部电影上面 现在离补过来 才知道好彩小时候没有抱他 原来那么辛苦的 所以为什么我编这首歌叫 爸妈的话 我是真的这首歌给全天下的爸妈 听的 就是为他们致敬 真的原来是抱一个小孩子 把他养大 是这么辛苦 真的是 做父母真的很伟大 除了我 影片预计将于10月的国庆档期限映 还有两个月 细讯就不断接踵而来 日前刚收到消息 宝贝计划正式被63届 威尼斯影展官方邀请 挑选为2006年度非参赛电影 并即将于当地举行一连串宣传活动 据悉两位男主角成龙古天乐 连同女主角之一的高圆圆 及导演陈穆胜 已将飞往威尼斯举行全球首映里 将于一位置身上的并不断接踵而行 并不断接踵而行